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跟导游的老公 那么结婚了十四年 长年享受两人世界 不过请问她在前两天 这个竟然透露 我真的有想过离婚这件事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老公 他老公叫豪哥 老公因为疫情的关系 因为导游 就没有办法出国带团 所以就没有收入 应赢 那么两个人长时间的相处 就造成很多的摩擦 让婚姻亮红灯 那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是景文说 他爸爸两年前违规出车祸 虽然人没事 但是要赔对方581万6千块 抗减那代车 很好的车 都摸掉了 违规左转不可能都摸到什么程度 可见那个车我才应该很贵 豪车 应该是那种很高级的 Bentley老师来市集的 那他爸爸已经72岁了 没有在工作 景文打算一间扛下爸爸的债务 但是他说老公 豪哥不闻不问 让他很切心 景文说 我没有要他付出 毕竟是我爸爸妈妈 可是夫妻之间 至少你也都要关心这个 他觉得对家人冷漠 是他最不能接受的 那我先请教一下马律师好不好 是什么样的左转 违规左转 对方有事 对方可能连车 连财产连车 譬如说像这种五百多万 大概都是可能做残障 中断腿 或者是类似 如果人不是有什么第三责任险 通常有些人没有保任意险 通常都是保强制责任险而已 所以这五百多万 我的判断 人是他爸爸没事 对方没有讲到 所以我的判断像赔到五百多万 像我们案件赔到 撞死人也不用五百多 死掉都不用五百多 像这种五百多万 大概都是可能这个人的经济状况 工作能力还不错 因为你一撞 造成他的腿 手 劳动能力减损 一减损30%或50% 那个再算到65岁的工作 再加上精神卫福金 有种长期性的照顾 就五百多万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啦 因为他爸爸是骑到处外 骑到处外违规左转 造成这么严重 如果撞到人的话 那个人摔得很严重 会这样子啊 我们遇到过工作能力 你撞到工程师 工程师年薪 对 多少钱 几百万 然后他 还有可能他年轻的 对 有时候年轻的你一算 他算到65岁的工作 每个月的薪水 减损你要补上去 所以他的金额会高 这个一定是跟人有关系 一般的财损不会那么高 结果正文的爸爸 如果说 虽然要配到六百万 但是没去付呢 都没出来嘛 有两种 像正文人没插 这个但是 有两个方向 像这种案件 如果会赔到五百多万 代表这个人 应该是有刑事案件的过失之伤害 或者是过失之重伤 他自己有严重的责任 对 爸爸会有卡到一个民事跟刑事 我们担心的是刑事 爸爸72岁 不是爸爸有没有能力还钱 是爸爸有没有能力去关 万一跟对方没有和解 法宫会判他去关 做整理的当然会担心啊 对 我们爸怎么会 关他就不知道出来不出来 虽然是时间可能半年一年 年纪大 经不起这样关 所以他的女儿的担心会担心 如果我不跟对方达成和解 刑事案件 爸爸很可能会有 可能不可预测的一些 一些状况会出现 所以他会很急说 债务要扛下来 不然一般来以我们来讲 那没付质会关一下 如果是什么过失事实 或者是过失事重伤 这种案件 如果你不闻不闻 连一毛都不赔 法官会有用心 要关一关多久 大概六个月到一年吧 六个月到一年 年薪差不多六百万也不错 就像你想 对不起 没有人性的话 七十几岁不能关 关进去危险 宏宇大哥这句话 七十几岁关进去做危险 你这句话我就跟当事人劝过 你如果一年关一年 贪不这么多钱你就会记住 这个我跟当事人劝过 你要看你的价值够不够 不是啦 我当然这样讲不对啦 但是实务上 有些人会执行啦 会会 会去执行 但是年纪大还有一个 他整个家庭体系的支持 比如说你女儿很文 那我跟他没钱 我们如果是外国家他说 因为我们爸爸 如果有五百万没牌 去美国 也会牵挂 景雯的脸 不知道他去哪里啦 对不对 你爸爸你情人当爸爸关 也不愿意帮他倒存 这句话讲起来就很酸了 景雯的爸爸如果尊公没父 跟他妈妈干我什么连带责任 没有 这个没有 所有的法律人都指他 因为他是成年人 都是借于我自己 只有另外一个状况是 景雯的爸爸 名下如果有一些高额的不动产 那就很可能会被拍卖 那他会想到说 爸爸如果只有这间 趁他在住的话 被拍卖 如果我不去付 房子买不太大 那一样是流离失所 那对他来说 心里面也都是有压力 这次女生应该这一年 也没人会忌负了吧 不是怕他自己的心理 精神状况 免疫系统下来 你知道年纪大了 那有意思 景雯他边接受采访边掉眼泪 他说小弟小妹都已经有家庭了 不可能让他们分担 可见这个大姐是很有肩膀 他说所以爸爸的债务就是他这个 没有生孩子的大姐一个人要扛起的事情 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Vivi 假定你要你的 这个是假设 就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你家的话 老公不闻不闻 你也懂得到吗 其实我也会生气 对因为我是属于那一种 很重视礼貌跟对长辈的这个 应对礼节这件事情 就是就连看到人都要打招呼 更何况是说是自己的家人 对所以如果说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不管老公他有没有办法去帮我 去做后面的跟我一起承担或什么 但至少他要关心一下 就是爸爸目前的状况 爸爸有要紧吗 这样就好了 对对对 这样就好了吗 这样就好了吗 因为我就是景雯的立场是 他先可能没有办法去负担 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 但是至少口头上的关心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做 什么叫口头上的关心 就是至少关下可以怎么帮他 不一定说是出钱嘛 有的时候可能是你的 比方说去探望他 关心他的心理状态 因为长辈其实遇到这种事情 我相信每个长辈都会很紧张 也会很担心 那有的时候你是陪他一起度过 陪他一起去找方法 不一定说是一定要我全部的钱是我来付 你可能可以寻求一些可能社会上的资源 还是说可以陪他怎么样去度过他心理上的难关 所以女性很在乎那个感受 我觉得是 就是说另一半有没有跟你一起承担这件事 因为很多人在这个状态下都会觉得如果说相对来说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夫家的情况下 那大家一定会看说那媳妇会怎么去处理 怎么会做 那一样的状态如果回归到 一样是娘家的状态 很多人也会看说那女婿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谢 你觉得说 宅定发生这事情 老公都没说什么话 对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感受会觉得他很无情 无情 对 会觉得他怎么会什么都不说 我觉得他就算不关心我爸爸 他也可以关心我 就是我目前帮父亲处理到什么状况 对 对可以成为是我的心灵的支柱 而不是不闻不问 这是这是两件事情 是是 那你也会 如果这样你也会跟简伦一样 讲出我真的有想过离婚这件事 这样的想法 我就要看次数 如果说他常常对我的家人都是不闻不问 那我就会觉得这可能会离婚 如果说只是单一事件 我觉得不至于到这么严重 对 我比较限时 我比较限时 我觉得是如果我处理得起 譬如说这五百几万 我就有法度处理 有法度处理跟钱的大多少是有关系的 因为如果说他五六万或是五六十万 可能我处理得起 我会跟他就会 我会去关心 会去问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说五六百万 就是我出不起 你去问他关心他 如果你没有拿钱出来的话 等于是说嫁也没效 所以我的状态会觉得说 如果说我是女婿的话 我会觉得我不敢去问 你不敢问 对 因为这钱这么大条 我就问你要出钱走的意思 问不出钱 等一下再给你母亲 你又没法出你又在问什么 可是至少是太太至少跟他说 我们出不起 那你会很辛苦 我能帮上什么忙 那不能这样讲吗 这个可能在 这些话要在什么时候讲 做那种事以后 很那个的时候 才会跟他安慰 我知道你最近很辛苦 你就要比较勇敢 比较加油 我就真的最近我真的太大条 我出不起 你就可以 这个也是一个安慰 为什么要做过那件事 之后再来讲 胎命很重要 对 你要知道那个时间点 如果说你没有那个时间点 你再去那种时候 他会把你吓 吓你娘就把你吓起 吓起的时候我就变成说 我又说不要免贪败 很辛苦 所以做完那件事 女生是很舒服的 我觉得男生也很舒服 他就讲给景文听 做完那件事 再去跟他老公说 老公你给较嘴 多点给较嘴 不是要讲给景文的老公听 对 老公你如果有钱 可以多少多少钱 不一定要装出 好 阿德呢怎么看 我觉得 我觉得凡事对人有一个期待 设立一个硬邦邦的标准 都是很危险的 嗯 然后那个硬邦邦的标准 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你就想一想就说 当你发生了一件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 跟那个人不一定有关系 可是你又期待 他对这个事情 要有一点点关心 然后你又设定一个 那么死的一个标准 让自己跳进这个洞里面 其实不仅 没有什么感情 而且很危险 我觉得 你想一想就说 这件事情就是 等一下我继续请教你 好不好 我先进个广告 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 好了 阿德 请继续 就是其实这件事情 从源头 你仔细想想 这事情一发生的源头 其实如果我们要用 责任的归属来讲 就是说爸爸可能 第一个要负责 然后如果他负不了 小孩或是他另外一半 有没有能力过来帮忙负责 我觉得先后顺序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在这个顺序的过程里面 当这个大姐觉得说 好 我要一肩扛起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你就要做一个 你自己认为的感性跟正义的 所以你已经没有在考虑说 你老公的感受这一点 在这个上面 所以你没有想到说 我全部扛下来 然后再变成一个压力的时候 我可能这个压力会转型成一种 一种期待 而且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期待对老公 说你怎么都不来帮忙 为什么 因为你去拦了一个 你自己不一定有能力 去扛起来的东西了 就这一件事情 其实源头是你造成的 但你造成这个大概过大的时候 你再去期待别人说 你至少好歹也要给我做这样子 其实当你跟人家讲说 你好歹没有潜压来关心我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就有点过分 为什么 因为不公道 因为你等于是在这个里面 有一个过度的指责在这里面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 如果一旦有走上那个心情 那个洞很深 你就是隐私会 所有的都想不开 你包括你老公 平常这里一个小事情 这个时候都会放大 然后一直塞进这个洞里面 是 所以我觉得说是一个 一个很不治的处理方式 是 这是今天 这个景文讲到哭了 讲到哭了 那么他愿枕边人能眼旁观 其实整边人如果能眼旁观 确实让人家很受不了 可是我遇到过 像这种案件 景文有一个设定 他有一个自我设定 合理化的程式 我觉得怪怪的 赵正常爸爸出事 子女要第一 第一线要扛下来 对不对 所以他自己就设定了 兄弟妹都结婚了 所以不用处理 对 那以一个外子来讲 你这个逻辑怪怪的 你就先把它设定成兄弟姐妹 已经嫁出去 不用处理 我这个外子要去帮 弟弟不是嫁出去 对 一样 对 他就认为说 他们没有经济能力 我没有生小孩 所以我需要这样扛下来 这个状况就外子而言的话 他会觉得 他的顺序会搞得 有点点状况不一样 如果今天是兄弟姐妹全扛了 都很努力了 外子在帮忙 那我会觉得 你们家已经出来了 我来加点 你这努力很紧 一开始就先把 有继承权的全部排掉了 爸爸的财产 他们可以继承的排掉了 然后就直接问说 因为我比较贪金 你是我 什么时候去嫁到我 也带到我 你就要做个处理 这个心情我觉得 就像我们常常遇到 比如说老人家死掉了后事 外子可以讲话吗 话都不能讲 为什么 这边埋在哪里 做什么仪式 都不能讲 为什么 这个就是外子的原因 法地基层人在他身上 所以他在自我 自我情绪上的调整上面 我觉得他设定一个很不 这个顺序会让别人 不太容易接受 你可以美其民说 我帮我兄弟姐妹扛了 可是这句话 对你是好的 但是你又抱怨 外子这件事情的时候 让外子那个承受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候 这个警官应该要去 跟老公这么讲 就是说老公 我真的做了一件 就是可能会给我们家里 压力很大的事情 因为可能把弟弟妹妹 那一部分都包下来了 然后就说这个部分 先跟你说对不起 我觉得你如果你要得到安慰 你这样子才有可能 得到人家的安慰 不过这个事情不管 然后又去过度指着这样 那把自己变成一个 非常奇怪的受害者 我觉得这样子 说实在来 在这个媒体上讲这些话 我觉得对很多人 如果真的没有仔细想 都会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 这会害死很多人 我觉得 是 这个景文 光这个是抱怨 这个还不够 他还抱怨老公长期没工作 而且不去找事做 他说不知道老公 是不是因为老婆是艺人 所以拉不下脸来找工作 景文还说 家里的车贷 家里的房贷 都是他在叫 更加觉得老公没什么作用 这句话很重很重很重 这个很伤男生的自尊心 不好这句话都说出来 对 你母亲如果跟你说这句话 你会怎么 我就会道歉 道歉 我再去想想看 有什么精进的方法 或是怎么样 你有把真心话讲出来吗 你这句话感觉 那个表情就是 我就先道歉 然后决定我要 放弃这个婚姻 没有啦 我们就尽量尽量去改进 尽量往太太 想要的方向去努力这样子 而且这是公开讲 这不是私底下讲 对啊 这非常伤人 是 她说 车贷房贷多我在叫 更加觉得老公没什么作用 要这个人在我身边干嘛呢 这个她老公看到报导 应该也 也没有在 让婚姻存续下去的理由 对不对 因为全台湾的人都知道 你可以啊 你不是吗 我相信我太太不会这样子 我太太跟她直接在家里讲 她应该不会在媒体上讲 拜托不要在媒体上讲 给我留一点最后的颜面这样子 跟你留最后一点颜面 没有就是如果有这种想法 可以两个先讲一下 所以你也觉得说 讲这句话其实不应该嘛 对不对 我觉得不应该啊 我觉得对 因为讲这句话 其实我觉得最不应该的点在哪里 就是 就是这个对事情没有帮助 只有伤害 而且这个伤害不是只有这个爸爸要扛 这个老公要扛 也许这个老公的家人 他的朋友 就是这些所有都要扛起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说这个 这是非常不治的 因为娶了一个艺人 她也是有压力的 如果说按照这个逻辑通了 她自己会有压力的 不是我觉得按照这个逻辑如果通的话 那全部在婚姻里面 既然男女平权嘛 那所有太太在家里都没有做事的人 那是不是 如果也没有小孩 也没有做事 那是不是也应该是这样没有用呢 如果按照这么个道理来讲 是 对不对 那个马云士 如果啦 你老婆这样公开说 你会怎么样 原则上面 我摩羯说会很努力 检讨自己啦 乱讲我都不会 我会觉得说 我到底是哪里没有做好 如果我觉得我问心无愧 小孩子的生活费 教育费 家里这个房贷我都有缴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就是她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一个家的家庭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会结婚 它是一个家 他不是两个人同居 所谓家的成分一定是财产 子女 感情 那这三个东西把它连结在一起 可是他们他们没有子女以后呢 那感情的东西就容易有一个 会有一个低潮期 那剩下就是财产 因为通常我们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的话 我通常会说 虽然我老公没有赚很多钱 但是都不好小孩带得很好 那个会有一个抽象性的价值 会在里面 所以当在抱怨的时候 比较不会那么赤裸裸的把它扒开来 你就没什么东西 我两个没生小孩 房子都没贪 对不对 你在房子做什么 就除了做那个事情 有贡献以外 没什么贡献 我讲是真的 不然我们感情已经变淡了 所以我觉得通常父母亲一个家组成的时候 没有小孩 很多东西就不太能够去量 就很容易量化 非常容易量化 所以夫妻之间抱怨很快就 就跑出来 把两个一拆开来 存房贷跟车贷 跟我们家的事情都没处理 就我就觉得 那14年只有这档的事情 没有别的事情吗 所以这个夫妻的关系 我觉得如果没有其他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那么多压力 你就不应该把爸爸这个事情独立扛下来 那不是给自己就是更严重的压力 就是说我觉得说处理事情 就是说其实理智很重要 婚姻里面最重要不是感情 是理智 所以因为婚姻里面就是 牵扯到感情的部分很少 但是牵扯到现实的部分很多 如果你在处理这些事情 都是用一个这样一个角度 用一个很英邦邦邦的标准 然后就指责 指责的范围 他力度都没有分寸的话 你当然就会让自己很难堪 不是只有他难堪而已 这个苹果是要这样写 锦文情绪涌上来 土肉说夫妻之间 关心对方的父母也很重要吧 然后他说 日前妈妈食物中毒住院 差一点引发败血 可是他先生都没有去探望 有一次都已经骑车 到了医院门口了 他是要去载景文 可是景文先离开了 他没有上去探病 让景文非常傻眼 那虽然事后景文很生气 那老公有表达关心 但是已经在景文的心中 种下心结 妈妈如果读院 你们老公会去看看 要看距离 距离有点远 我们家这样是有点远 所以云林到台北 对 所以我老公应该是打电话 对 但应该不会特别 不一定刻意下去 对 不一定会刻意下去 是 那这个另外呢 景文还讲到了一些事情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来分享 好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周老师 你妈妈打电话时 老公有去看过吗 有 因为我的老公 其实在我妈妈最后那几年 都是我老公在陪我妈妈 所以大家用这个镜子 我妈常想说 这镜子比学生更好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有两个层面 就是说我是 那是我们老公 我会叫他 因为我没人 我会叫他去教育 但是因为从以前 就是他们两个到底都有话说 那个就是有话讲 我妈妈会跟他讲 以前我妈妈还会牵他的手 那另外的如果说 像我来讲的话 我就不一定会 一定要女婿来看我 因为怎么讲 我开始没话说 我躲在那儿 我都不知道要 我会说没话 记住送个红包 可以 可以啦 我觉得那个红包 你要十分期待 对 红包几千块 我们再看看 因为我会觉得说 如果说我看 红包几千块 厉害 事情更大 我还以为是更生气 不是更生气喔 真的是躺在那个病房里面 如果说 警察来跟我们看 我们很高兴 但是我们不知道 要怎么去跟他对谈 因为怎么样 因为平常是都没什么 在床 那如果说像刚刚景雯 那个状态来讲 如果说景雯在 那老公一起来 两个夫妻一起来 他站在旁边做立牌 我觉得那是可行的 那如果说十次后 景雯就走了 老公一个人上去 那多尴尬 又多无聊 都不知道 你有比较好吗 或是我今天钱 那天就没带钱 还有红包 又没带着包 看要怎么样 那就会很痛苦 所以干脆就不要进来 好 下一次景雯来的时候 再一起进来 我会觉得这样子 我比较好 景雯的意思就是说 你至少上来打个招呼吧 虽然我不在 你都已经在楼下了 预封你会吗 我会 我一定会 因为像今年2020年 我岳父就是 就是突然就是身体不太舒服 然后有昏迷受益 我那时候就是半夜 从台北就是 杀回南部去看 现在都要讲实话 不然现在脸书很那个 真的真的 这个有 都会被发现 这个有 因为杀回这两个 这很难证明 对 什么 杀回 我看我刚顺道去是差的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是杀回去 真的是杀回去 我专程就对了 对 专程回去 这不容易 所以有小小加分 马逸师会吗 我要看有两个状况 一个状况是 我太太 我要尊重我太太 因为其实 夫妻之间的那个关系 包含你另外一半 跟另外 对方原生家庭的关系 其实 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我今天 非常刻意想要拉近 你跟我的家人 我原生家庭那个关系 我会美化 不是美化 想好化 我们这 你这孩子多好多多好啊 所以常常会做面子回来 可是 有另外一个状况 就这样 如果他就是 不想去 常常在跟娘家抱怨 我们这孩子 摆得没一个好 其实你也别知道 娘家对你的态度 其实那个时候你去 真的是很尴尬 很尴尬 其实这个事情就发生在 像我妈妈一样 我妈妈就是抱怨我爸爸 在原生家庭的时候 说我爸爸没一个好 所以照着我爸爸 去 非常尴尬 然后去有点 觉得会被羞辱那种感觉 真的是 这个东西要看状况 如果今天 你的那个立伴 是希望你 我当然会迎合他 而且他有在做这样的努力 我会去做 但是如果他从头到尾 都是在 调拨或者是 就是说我这个不好的时候 我一去 我真的是 我心里面会觉得很不舒服 非常非常不舒服 因为我还是要尊重我的太太 太太你指示我去 我一定去 使命必达 但是你没有指示我去 然后呢 我去待会 假设像锦文 他老公一上去 结果我水果也没带 落去再下来 对 连个水果也没带 那个抱怨 你还要带两瓶香蕉 不是 两瓶香蕉 怎么只带那个东西 你至少要带个什么什么去 两瓶香蕉 你来动作 你有帚吗 两传交 所以你看 你看如果今天他要去嫌他的话 他的任何一个举动 没有得到他的允许 他都会在心里面设定一个界线 去指责他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痛苦 好 这个是锦文的先生豪哥 那从事导游 他主要是带团到国外去 那现在都不能出国 那难免现在就比较闲 这是锦文 那这个 这是锦文 带爸爸妈妈去韩国玩的时候 就是这一次 这个说要陪人家五百多万的 就是爸爸 那这是锦文跟他先生 当时结婚的时候 大家去祝福的这个画面 不过我觉得事情 似乎 就是说 冰山 这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 因为锦文 他说今年夫妻相处的时间增加 摩擦冲突也变多了 不像过去小别胜兴婚 锦文为此他两度淘家 淘家家写引号 他说他到绿岛去 long stay 那可是老公就酸他 说你以为你单身 你太自由了吧 第二次要出发之前 老公呛他 你太过分 如果讲这样的话 就有问题 锦文呢 让他老公讲说你太过分了 锦文以离婚相逼 我跟他说 去绿岛我很开心 如果你不让我去 我们就离婚 这事很严重 两条一条力 倒一条离婚 两个好像都第名 锦文感叹 我觉得到这个年纪 我们也没有小孩 我想要做我喜欢的事情 他曾邀老公一同去潜水 绿岛可以潜水 可是被拒绝 他同样也不爱陪老公去打羽毛球 所以老公每次都要他跟他一起去打羽毛球 可是打不好 老公就一直笑他 我就不喜欢 所以苹果说 婚姻好像岌岌可危 再请教周老师 你觉得听起来会岌岌可危吗 我觉得有时候是不是没新闻找新闻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刚刚讲的就是为了一个去哪里都stay 就你不给我去就离婚 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那其实另外一个角度 老公如果说真的是老婆因为他工作这么忙 那他要去自己一个人休闲一下 你也不要骂他过分 这也没必要 因为他很可能就工作压力很大 每个人都会想说我一天啊米一天两天 就是等于是说到一个地方去休息一两天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无可后悔 是是 那Vivi你说妈妈曾经因为流感住院 那这个你必须要南嫁去顾妈妈一个礼拜 那这时候小孩呢 对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生了老二了 然后我妈那次的流感就是他是住院嘛 但是因为我爸其实他平常还有一些工作要做 他没有办法长期的待在医院里面照顾他 然后我是我们家的就是兄弟姐妹里面 工作比较弹性的 因为我主要是忙假日 那平日的话其实只要有一台电脑就都可以工作 你是老大吗 对我是老大 扛起来哦 对就是 我觉得老大多少都会有这种 自己给自己的责任感跟压力 就会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 自己如果可以帮忙的话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委婉的问我老公说 我妈住院 那我老公就会有点担心说 到底严不严重什么 我说他因为那个时候是得A型流感 在他这个年纪很像还蛮严重的 就必须在医院就是观察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我必须要回南部一趟 然后我就问因为我在问他之前 我已经先想好两个小孩该怎么办 那比较麻烦是因为我老公他是每天 因为他每天晚上都要加班 他是都到十点以后才有办法回家 电子月 对所以我就有试探前问他说 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这个礼拜可以正常 准时的下班 然后因为我们家两个小孩 已经去上幼稚园了 就是你可以去 早上送去 对晚上接回来 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独自照顾过两个孩子 因为他 就是因为他工作时间都没有办法 所以他其实有一点点担心 他自己能不能做好这件事 可是他要想到我妈妈在那边 没有人照顾也没有办法 所以他就想说好 那就让我回去照顾妈妈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 就熬过这一个礼拜这样子 这样老公其实也不错啦 能够配合啦 对对对 因为他还是觉得说 妈妈身体还是比较要紧这样子 对 如果你跟他说你不能配合 那就离婚 我还不敢讲这种话 那就有点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对对对 那你说你胰胀生重病的时候 对 这个刚你老公也要帮忙啊 对 因为我胰胀生重病的时候 因为我这个阿姨对我非常 你弄得林律峰他们压力很大 对啊 你们要把标准设太高 没有没有 胰胀都来 不是因为我阿姨 因为我是自己到台北来念书 所以我阿姨在台北 就很像我另外一个妈妈一样 她就是一直非常照顾我 所以我胰胀她生重病 因为她那时候已经癌末了 那很刚好是她住院的那段前 刚好遇到她女儿的订婚的日期 那她女儿订婚你知道吗 订婚又是女方的主办 所以女方一定要准备很多东西 可能包括拜拜什么之类 然后你还要提早到会场去做一些事 但刚好就是因为他们原本是因为 就是病况很紧急 所以是送急诊 然后在急诊已经待了几天 没有病房 只有那一天刚好有病房 可是必须要有家属 还不能是朋友什么 一定要是家属 然后去帮她办住院 她才有办法可以移到普通病房 好好的敬仰 那我妈妈打给我的时候 就在讲这件事 然后我就自己又默默想说 因为我假日也要上班 因为婚礼大日 我就又把脑筋又冬到我老公身上 因为本来我老公就是会去参加 我表妹的婚礼 那她原本的工作是要去接我爸妈 去高铁站接我爸妈 然后到会场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爸妈其实也可以自己坐 計程車到会场 那你可不可以换另外一个任务给你 就是你可不可以去帮移障一早的时候 去医院帮她办这个住院的手续 因为只有家属可以 然后我老公想了一下 他就说那我要几点去 我说你可能七八点就要到医院 然后想一想 他就想说好那小孩 我们就开始讨论一下孩子怎么办 那孩子可能就是要麻烦婆婆照顾一下 然后他就是七八点 他就先送两个孩子到婆婆家 然后再赶到医院 去帮移障处理这些事 然后因为处理的过程 其实等待蛮久的 变成其实他没有办法去参加表妹的婚礼 他就是在病房那边stand by 然后我们就是还跟他连线 就是我爸妈还把那个表妹结婚的照片 传给他 丁婚的照片 请他就是跟我移障分享 表妹就是订婚的过程 然后我老公还耐心的跟他解释 就给移障看什么 然后就完成了移障 跟阿姨的一个心愿 因为没有几天之后 不容易 对 移障就过失了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一直觉得说 参加婚礼是一件事没错 但是你可以帮你的家人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连仪仗也都帮喔 对 我老公是觉得还蛮行稳 因为他是可以感觉出来 就是阿姨其实很照顾我 那你老公是属牛还是属马 哈属鸡 做乎做 做乎做 不然你要对他好一点 有 他这样做乎做乎 阿姨你就要挂擦我家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好 其实就作为女婿 那么娘家的事情 不能够不闻不问 我认为啦 对 扮子嘛 其实你如果过后太太也是好 没错 可是你也不能够完全扛起来 因为第一个人家会说 你是动作你该想 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是 其实他们家也有他家人 也要让他分担责任 不然阿姨整个都杀给你 对不对 那那个分寸的哪里 那可能就是 每个家庭状况不一样 对 那 玉丰你的朋友的状况 也很无解 对 我朋友是 简单来讲 他就是一个台北市的中阶警官 做警察 然后太太也是警察 然后当初就是想要 在台北市有一个窝 就是两个一起 整了一点钱 然后买了一个房子 他买了房子之后 当初贷款有点状况 所以他虽然是公务人员 可是银行就希望说 你可不可以请你太太当保人 这样贷款的利率会比较好 那他就觉得说没有问题 因为房子是一起买的 他就会去跟他太太讲 然后太太就回去问了 娘家的意见 就说他觉得不妥 他觉得保人就是人态 关你要关先生 怎么可以关他 对啊 所以好了 这件事情 不是 娘家都先讲老 不是这样吗 这不是夫妻一起的事吗 我是借款人 然后你当保人这样不行 对啊 这不行吗 对啊 所以啊 可是他娘家的想法 不是登记在先生名下 是登记在先生名下 不是登记在我女儿名下 娘家的想法是这样子 可是那债权拿进来 是我们家在用啊 对啊 用在家里啊 对不是 娘家出去喝酒吧 那应该要喝 可是那时候其实应该就是 送下了一点小小的心结 但是那先生说没关系 那也就算了 那就继续弄 那只是说贷款利率就比较差一点 那他很单纯来讲 他借了我记得是1050 好 一千零五十万 然后每个月还款的金额是五万一 他的薪水大概八万多 八万多之后啊 你光扣掉这个五万一 其实家用就没有什么了 对 所以他太太会支援一点家用 然后呢 他就是每个月 就是把他的薪水直接交给太太 因为扣掉五万一 其实三万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可是太太不是也是 也是警察啊 也是警察啊 也是八万吗 对 也差不多 八万他自己贴 他自己贴 他还要照顾小孩 好 他照顾小孩 好 他们常常会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把钱都丢给你 可是等到要缴房贷的时候 要扣款那个20号还是22号 要扣款的时候 他太太会跟他说不够 请他补 那他想法就是说 我已经把全部都给你了 那我要怎么补 后来呢 他后来去问 他就发现说 其实他太太娘家那边有房贷 所以他太太会把一些家用 先挪给娘家那边去 他去回去照顾后掏出了 对 然后几次之后呢 这个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 因为他就来跟大家周转 简单来讲他就是公务人员 他就是警察 他不可以在外面兼职 就是说他去兼公家机关的讲课 一个小时也1600块而已 他根本没有办法 他也没有能力 他也不敢再去外面多做一些监裁 因为这是违法犯纪的事情 所以他就变成说 大家就是要 我们这几个好朋友就轮流 要去支援他 但其实几万块大家都觉得还好 只是有时候 久了大家就会有些朋友会给他 对啊 做警察做得这样 他其实他心里也是很难 做警察 如果真的有外面 看你在什么枯了 对啊 可是这个很危险啊 所以就变成说他跟他太太两个之间 常常为了这种事情 就是有点摩擦 有点真识 可是对他们来讲 他觉得就是无解 那就是与其去跟太太沟通 他宁愿出来找兄弟们 就是帮他走走 那他会跟太太灌输说 娘家已经不是你家的观念吗 这个观念 其实我觉得他讲得蛮特别的 对 他的想法就是说 你跟你的原生家庭是一家人 没错 但是现在你跟我结婚之后 我们也买房子了 我跟你才是一家人 对 所以你要回去照顾娘家 当然没有问题 但你要不要先把我们这一家顾好 你行有余力 你再回去照顾娘家 你有没有问你朋友说 当时你娶她的时候 新娘子有没有把扇子丢出去 有没有泼水 我们就看在那个收着引带 可能这两个仪式没有做到 那他太太没有改变是吗 没有改变 我觉得他太太的想法 可能就是比较像的娘家 所以他当初其实我觉得 女孩子跟男孩子的差别 就是男孩子要结婚的时候 就很高兴就跑走了 那女孩子其实他会比较想说 像他们当初买房子 他也是太太也希望说 靠娘家比较近一点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像我们之前很多同学 女孩子要嫁人的时候 都会考虑到爸爸妈妈 然后房子的地方 然后小朋友念书的地方 都会希望靠近娘家 那美其名 不是美其名啦 就是食物上 在岳父岳母可能 爸爸妈妈那边也可以多照顾 所以他到目前为止 这个就是无解 阿德 像你太太的这个 娘家的事你管多不多 就是我太太管很多 因为等于是他两个妹妹 都在国外的嘛 等于是那个就是我的丈母娘 就是住在我们家旁边而已 所以等于是每一天回去照顾 每天啊 每一天 那不容易你太太也很孝顺 就是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就是可能三餐 甚至生活上面 我丈母娘其实很独立 她也不愿意跟我们住在一起 那她也有勤用人 可是毕竟年纪很大了嘛 就是你还是要常常就是回去 跟她吃晚餐或是午餐 或是有时候 你呢 你会回家看吗 我很少 我觉得啦 我觉得任何一个亲情的关系 不做一定有不做的原因 做也有做的原因 不见得做就是有感情 不见得不做就是不能理解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吉文这个情形 就觉得说 这老公现在就是失业啊 所以他觉得可能见 他们家的人 每见一次压力都很大 他没有去阻止你去付这个钱 已经他可能觉得是 他最大的一个善意了 然后呢 然后你说叫我再多出什么 再多出一些什么关心 因为我讲那句会听话 我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会觉得说 我讲了又帮不上忙 那个压力不是 然后又被问说 你工作现在目前怎么样子 就是那个有种种的压力 而且他也不是故意失业的嘛 这是我觉得说 你还想想说 任何事情一定有他的一个原因 那做夫妻 什么叫夫妻 夫妻不是说 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要一人一办 不是什么事情说 我的家里 你觉得一定要来帮忙 而是夫妻你要走下去 你要保留一个情分 就要有同理心嘛 对 这同理心是越大 小事不会变大事 但是同理心越小 大事 小事就会变大事 就是这么一个原则 比如说 你现在讲的这个 比如说他丈母娘 他今天不变 你看这个老公可能 心里就觉得说 在这个上面人酷无情 我用钱又不是只用在我身上 我们不是自己自己的家 这越想越远 越来越大 你说这个东西 迟早当然要离婚的 迟早要离婚 为什么 因为就算没有离婚 心已经离很远了 因为这样的心结是比什么 比有小伤害更远 因为为什么 就会种下一个感觉说 你说这样 我一直一旦想要这样一个念头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我还会想要抱你 有 那 烂不热 对 烂不热 不可能 就是你会觉得说 这个障碍是比什么都要深要厚 我补充一点 我觉得玉峰会撞下去 玉峰 可以 我遇到过很多像这种婆家娘家的事情 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大家可能搞不清楚 就是 你是原生家庭 你现在是新生家庭 对 你结婚就新生 那到底哪一个重要 如果他们不把这个搞清楚的话 将来很可能你因为原生家庭 影响到新生家庭的经济状况 那会垮掉 而且如果 我是建议说 如果要 要明确告诉你跟我的原生家庭 如果相处 我觉得那一半要明确的指示他 我希望你怎么说 要讲清楚 不能够永远在心里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是 你不可以用你的标准 你跟原生家庭 只要要求半 你另外一半 我跟你说要打对折 可能要打到三折 把心里面的那个底线都清楚 这样子 才会有感恩的心 而不是抱怨的心 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这个景文 那这个周老师 有没有办法从面向上 看出说 这个有老大姐的这种肩膀 要扛起 或者是 比较容易被情绪勒索或什么 钱能不能存得下来 这面向怎么看得出来 因为通常如果说一个人 会让亲情把你勒索的人 这个人一定是幽默才有可能 你不合的人 他在插咪什么 他不可能 你怎么说插咪 还好我刚才认识 对 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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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说 我们说头部 争抹 你知道 两个争抹都比较 对 大争抹都比较乖 混合 大争抹都会来乘坐 好像比较会照顾北部 再来就是说额头 你要看额头 如果额头来讲 有一个那个叫日夜角 蒸笼的人 通常都会很友好北部 北部要你怎么就怎么做 所以那种人在好好讀書 都好像想要打个老婆 他就是爸爸 爸爸妈妈要你第一名 或是这样 他就抹他抹他 他会打他 就是什么事情都会 听四大人 北部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看眉毛 那眉毛如果跌跌的人 通常六亲比较没缘 眉毛又长又顺的人 五亲眼比较好 他也会照顾爸爸妈妈 所以说这个就 像郑大哥六亲眼就很好 不只跟爸爸妈妈 可是兄弟的眼 也会特别特别好 我们真的 我了解我们家感情都不错 对 还有看耳朵 小时候只会为谁刺鸡腿打架 小时候 这人越胖 大人越轻 真的 还有就是要看耳朵 如果说耳朵里面有一个阔 耳朵不是有外面的轮吗 耳朵如果比较突出 这都应该不错 不是不错 它构型比较强 那如果说 耳朵是说这个 这个突出来 那一块有突出来一块 那块比较突的人 都是自我的意识比较强 他就会不会听四大人的嘴 那如果耳朵跟耳朵的轮廓都分明 而且好像说 他比较有服气 而且他是个代表十六岁之前说 一小时候就会跟父母的联系性 会比较好 耳朵分明 就是轮廓分明的人 那当然这样子的人 也会比较孝顺 因为你孝顺 所以你才会被父母情绪去 那些亲情去情绪热索 你如果真的没有很友好的人 不可能 做不到 不过我觉得将心比心的情况 譬如说我有女儿也有儿子 那我们也会觉得说 家里面这个女儿跟儿子都要关心 但是我们也不会讲叫女婿要像 像不太可 像小孩一样 那我们当然也就觉得说 这个女儿虽然要遭奥套厨 那夫家那边也要好好的孝顺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相对的 人生是个平衡 对 没错 好 那玉峰 你说你有个朋友 家里是黄金大盘商 对 这有钱喔 很有钱 尤其是今年的金家要上涨很多 然后他跟他太太的状况是蛮特别的 他带来的家境也还不错 那结婚之后 这个先生就是办了一张副卡给太太用 然后他就是刷刷刷刷刷 其实这先生虽然就假装很大方给副卡 但每年 每个月他都会检查那个账单的明信 有一次就发现去买了一个补品 就是上面有老什么的那种补品 然后就很期待 他就说 太太终于想到我的身体了 然后等等等等 怎么一直没有拿出来 一直没有拿出来 他有一次就是直接问 你不是有去买那个老什么的 老叉针的 对啊 盾一盾拿出来吃了 然后 你把他讲出来 因为马律师吃过 对 他就问了 问了以后发现说没有 他是买回去给两家的 给爸爸妈妈吃的 然后他跟他说 那因为他金额蛮大的 他一笔刷两万多块 他金额蛮大说 那你买那么多 不会拿一盒回来吗 他说没有啊 你又不需要 然后他就是有点受伤 受伤之后他就开始更仔细的去对那些 对那些名戏 有一次他就是忍不住 他就讲了他太太一句话 他说你每次拿我的副卡 买家里买东西回去给两家 也不会多带一份给我 你这根本就是小额诈骗 那这四个字 因为他太太就是整个抓公 然后就说什么意思 我买给我爸妈有错吗 那如果你当初你当初如果不想要假装自己大方 你就不要办这个副卡 那你办了这个副卡 你就好好的承担 然后反正他还是很喜欢捡他的账单 但是假如一超过五秒 那他就在客厅砍 一超过五秒 那就拿东西就丢过去 对 但到目前为止也还好啦 就是只好老公家境还算不错 我就只好自己先多承担这样子 OK 那你说这个卖房间的朋友 除了是黄金的盘商 他自己也有很多店面在租人 也有很多店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这一种感觉的问题 他们在附警街上也都是 很多都是他们家的 附警街是台北早期赚钱金店 其实我觉得会有钱的人就是这样 他们就是当初买了一个小店面 然后做营楼 然后越做越大 然后钱也不知道放哪里 你就把附计那样 把他卖一卖一卖 对 卖一卖 然后就租给人家 然后等到房地产这几年 这十几二十年起来之后 其实都家里状况都很不错 但是我觉得他老公在乎的 其实就是你拿他的副卡 你只要越议他有跟我们讲 你去买那我也管不了你嘛 但是你可不可以多带一份 他觉得是被关心的感觉 对啊 如果你多带一份给他 就是塞塞他的嘴 我觉得应该也还行啦 就是这样就过了 那请教一下Vivi 老公会看你信用卡的消费单吗 不会 但是如果说 因为我们是各自管各自的财务 但如果说这一次我开销比较大 然后有要跟他周转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检视我的账单消费 什么意思 就是平常说我自己付我的 他就不会管我嘛 因为我自己的赚的钱够缴 他又也管不着 可是如果说这个月缴的是比较多的 然后我可能这个月收 因为我们其实婚礼收入就是不稳定 如果这个月刚好收入 没有办法cover我的账单的话 我就会跟我老公就是周转一下 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借我个几万块 然后他就会开始去询问说 为什么需要这几万块 他就开始检视我这个月的那个账单 是不是有哪些不应该花的 乱花 但是通常他开始 那你会生气吗 当然他要检视 一开始问说你这个月到底花什么 我就会立刻爆炸 就会觉得说 难道你没有看到我辛辛苦苦 为了这个家 我哪一个开销是为了我自己 就会觉得 那就是情绪勒索啊 不行 情绪勒索啊 拜托我 因为我觉得不一样是因为 其实我们都生活在一起 他都看得到我花在哪里 他怎么可以去怀疑我是不是 没有 他也不是怀疑 他只是看看你的名戏啊 或许以后你就可以少花一点啊 没有没有没有 不行 因为我就会觉得说你看 我就会开始列举给他听 他还没有开始讲 我就会先在他要问之前 先发誌人 然后他就会立刻突回去说 没有啦 我只是想说 就是这个月 什么叫先发誌人 我就会他可能就会讲说 你这个月为什么 他话还没讲 我就立刻说 你不要问我说 我这个月花在哪里 我怎么做都是为这个家 就立刻先讲 然后他就会没话说 默默的把那个提款卡交给我 去领钱 我觉得啦 其实是不要审核比较好 对啊 是不是 因为是一个信任 人有一定的自由权 你只要总额控管就好 对 不是 可是他就是报啦 当女子他就是报了 不夸张嘛 报几万块而已 对 对 那说实在啦 这么辛苦工作的女性 难道去买个包包 报了 这样不合理吗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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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赞成 搞不好不是去拿去买包 我没有在买名牌包的 是啦 所以我感觉那个审核 让人家不舒服 对 是那个审核 不信任啊 对 那个感觉 感受度 那你钱要还他吗 就是不用 那这个就不叫周转啊 周转 这就是借势借端啊 这不是借势 这句话 这个句话也是蛮伤人的 一样啊 大家也不要审核老公 如果不离谱 不要审核 对 你给我说 奇怪 你怎么忽然之间有一笔 什么几十万的开支 这个当然要关心 太多了 你是去投资 或是去搬家 或是你买什么 那些东西我不知道 这个真的要关心一下 对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男生比较容易 我觉得男生女生差别是 女生花的常常都是小钱 但男生平常不花 一花的话都是大钱 所以我觉得男生的账单 是需要被检视没有 那就双标啊 因为男生常常动不动 就是几十万 女生你真的去问 女生其实多少 都是几万块而已 真的 所以不一样 其实要 你要让自己不要 陷入这样一个风险跟危险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 够独立 因为你只有够独立的以后 就算你 我这个黄模棠也有 组不好的时候 我就不用去审查你的东西 你只要超过我的底线 我就觉得 我们可能不适合在一起 就是你宁愿去住到这样子 而不是你知道 通常会去查人家这样的人 反而是会被卷进去的人 好 等一下继续讨论 先休息一下 好 当然了 就有时候因为人有时候有稳斗 所以事业不一定说发展的成功 不过我觉得如果事业上不是说 有办法完全支撑 至少精神上要办理一个支撑 没错 那周老师大家要知道说 这个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支柱 那老公在精神上会常常支持你吗 应该讲说 他不会来问我经济什么 因为从来都是他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他贪钱交给我嘛 我在处理 所以我从来没有说 跟他讲过一句 我说家里缺钱 因为我在处理的人 而且摩羯座的人 都没有缺钱 因为我不会让他欠钱 我如果欠钱 我会先去借来这边等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个性 超前部署 他就是一定会超前部署 我的个性是超前部署 三五个月这样子 我不会让这个事情 到那个时间再来 掉电了 那个叫 那个人打步署 这样子好像在跳火 不会这样子 如果人家来就太多了 这你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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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说其实是因为 我觉得这是个性的问题 那现在来讲就是 老公因为一直弄你这样子 所以他也不会来管你 那因为年纪大了嘛 那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什么事的 没有出过什么大事 信任感越来越好 对 就变成说就是 他就是在名义上的老公 我今天如果说赶时间 没办法自己开车 或是没办法自己玩 用 乌韬排给他载一下 我帮他载一下 还有剩下的一点 剩余利用价值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当然就 还有就是打给外面中 名义上的 就是周老师的老公嘛 就这样子 当然他有时候 如果你较失质的时候 他会给你安慰吗 他也不会 因为我失质的时候 有时候 我们在找钱的时候 钱如果找不到钱 就怎么会掉 因为我是超前不熟 我会借钱来这边等嘛 那时候还是要去借钱嘛 但是他不会管你到哪里去借 或是什么 他不会管你这的啦 譬如说你戴帽子 他说你有要努力 我带你来看医生 没有 这反而是我在说他 因为他只会说 现在脖子会痛嘛 老人都会这样嘛 他就说 脖子每天挨挨挨挨挨 那我说 你有够够挨 我们不挨的人表示 不是表示不痛 是痛不挨挨 你很够挨 他不会问我说 你现在你似乎怪怪的 你是不是有感冒 不会 今天我会听他说 你的帽子 你快去医生看 你知道他已经吃饭吃吃汤 我吃油了 我会 反而是会这样子 老夫老妻就这样子 所以说从以前就是我在关心他 他没有在关心我 你每天会烦吗 会烦 一定会烦 我说 要不然我怎么会说 你那些人真是痛 不是 没那些人会在痛 这是没话说的 他现在如果 他会黏着就黏着 现在稍后 我又开始 或那个什么 贴布 大欧高贼 开心股都会搭贴布 我就说你也 较缺 现在日本还没去 你这样贴布一袋一袋 完全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 我都不明白 你不知道整身股痛 很痛苦的麻烦 你 他说什么事你最高兴 因为他说什么事我都不太高兴 因为 因为我会觉得说 你来帮我帮我三天钱 让我免惹 痛苦是最高兴 但是有时候我工作 我自己爱做 还是没有人帮你去做 对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 我最高兴 他如果说他自己的事 说对就好了 他有说什么事 你会不会送吗 不会送就是 因为我不需要他来帮忙 我家的人 但是如果 你不需要他来帮忙 你家的人 对 因为以前都会 都他在家做 那那个我已经 我说情到情 那他因为他就帮忙是情分 那情分上面 我也对他的情分也做到了 但是现在爸爸妈妈都没去了 那我现在会比较不喜欢 听到他的话就是说 譬如说 你们大姐 你们小孩 还是你们家什么人 或是说再说 像以前我爸爸 或是妈妈的那些话起来讲 这就是我的那个叫做痛点 这绝对不能说 所以他从来不讲 不可以讲 你娘家那边翻旧账的事情 对... 绝对不能去翻这些旧账 因为翻这些旧账 因为大家都有 家家有本来念的经法 这些旧账 如果说你把它翻出来说的话 我就会心里会很不高兴 譬如说你以前做 那个公劳都 都打在那些草仔補去 都没效益 那如果你不讲的话 这些人家 比如说商务也会觉得 这几乎之外 以前都在照顾这个妈妈 如果你再去说 我就觉得 没人情去 那人情就都没了 所以我就是比较在意 他说这一点 这个我的痛感 那当他讲的时候 你会怎样 我就开始把他吓了 吓你白人 我就会说 他的... 譬如我打鸡打鸡 他也有钱 换我会说 因为我的个性 我也不会说 你们这些良家的人 再怎么样 我都不会说 因为我的个性 指责对方的家里是不好的事 我觉得不好 我觉得不好 许昌德 假定现在是你弟弟 你怎么会喊 我说 你给我先叹气 你把笑看 你家里什么看 就我家呢 你爸爸妈妈怎么样 你没他认真啊 什么叫你没他认真啊 演嘛 演嘛 演总是要演一下嘛 暴露雄你玩到演到演 你看看 暴露雄絕對不能对男人说 这句话絕對不能对你们说 因为对你感觉 一定要跟他说 不然不然这句话絕對不能说 有些话你是绝不讲出口 绝对不讲 就是你心里面有这种意思 你也不要讲 因为男人最初去说 那句暴露雄 因为暴露雄 除了人类以外 还有经济什么 都以外 所以他就暴露雄 当初你自己算的暴露雄 你是怎么算起来的 所以这个暴露雄 你也是在跟自己说 暴露雄别说 对 还有什么要不要说 暴露也不能讲 都同样暴露雄 暴露雄 其实我觉得说 会讲说没有用啊 暴露雄 这句话其实基本上 就是赏自己的巴掌 对 你打你自己可以 赏自己巴掌 还不是说言过其实 而是任何人 其实都有一个意义存在的 就是说你还想一想说 这个人为什么会在你旁边 那么没有用 还会在你旁边 你也没有办法把摔掉它 为什么 就是其实 其实有一个部分是 比你有没有用 还重要就是说缘分 对 就是你为什么会活在这个地球上 这个缘分 就是你每天批评 这个地球是没有意义的 就像说你跟你这个例外一半 你觉得它真的是一无是处吗 还是就是你其去用语 对 如果真的一无是处 你还想说 这个人陪伴人在旁边 你知道没有用的东西 在你的身边多的是呢 为什么其他都不批评 你要批评这个人 就表示什么 就表示说 你自己的期趣满出来的时候 你都不愿意去面对 不愿意去打理 所以有人稍微挑起一点 你就受不了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而已 那我觉得 我又人跟人之间 尤其是你跟缘分很深的人 你一气他 你一骂他 其实重上都是自己 阿德 你对婚姻或者跟太太 有没有什么话绝对不讲出来 我大部分都不会讲 大部分 你对他不满你不会讲 我也不会讲 我就自己消化 为什么要讲 就是说 除非我知道我怎么讲 会效果比较好我才讲 不然我就不要讲 因为我觉得 我就把它当作说 这是我的功课 跟他都没有关系 就是跟他没有关系 这是我要的 要处理的功课 不要这么想 讲的都会吵架 讲的都会吵架 那你会怕太太吼你吗 不是怕 我是不会允许他吼我的 那个谁 音乐人不是有来吗 郭子老师 郭子老师来啊 说 吴枪啊 那是大声讲话 不是吼 厉害 很好很好 可以解读这样很好 那你允许他这样就对了 那他就每天啦 每天啊 每天啊 因为他耳朵一边听不到 所以他几乎都是 要叫一个人的名字 他已经习惯性用吼的了 他甚至什么话 几乎都是音量很大的 那这样讲隔壁听得到吗 一定可以 楼下都会听 然后一楼都会听得到 傻门大 好 这个玉峰啊 也是有个朋友 你今天都讲朋友的故事 对... 朋友多... 然后每个月被老婆用各种名目 请款大概十万块 对 你的朋友很惨 吃不消 很吃不消 但是他还在承担当中 他希望说有一天 这老婆可以翻软悔悟 主动的把钱拿出来 支持家用这样子 你等他等... 你的朋友等待老婆改变 对...等待改变 其实他们一开始我觉得 我们都... 那你就把故事讲细一点 对...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的 因为他们当初就是结婚嘛 然后买一个房子 然后买一个房子 我们有去参观他的家 就是进去的时候 有一个小玄关 弄得蛮可爱的 那玄关放什么东西呢 放你的钥匙 放你车子的遥控器 然后呢 他们很有一个习惯 就是如果看到水电瓦斯的账单 就会摆在那个玄关 为什么 因为谁出去 你出去就会去支援嘛 就会去超商嘛 就顺手拿来去搅 对 然后他就说 可是这个男生 朋友就说 过了几个月之后 怎么都是男生在搅 一开始是 女生也会帮忙嘛 大家都很主动 然后呢 因为水电账单的瓦斯 就越跌越高 越跌越高 然后这男生就想说 好 那我也不要搅 要断学 对 接下来接到电话 因为当初中晃的时候 是男生留的 在台电打来说 你们到底要不要搅 不搅我们要去断电咯 所以他想说 算了 他就是发狠 他就把所有的账单全部拿来 然后用成那个信用卡 约定转账 可是我觉得 这就是他错的第一步 就是他失落之后啊 女生就知道说 这应该冷头沉滚了 就开始了 就开始 你朋友失落 对 因为他后来把账单全部拿去 约定转账 他决定放弃挣扎 就去约定转账了 然后呢就开始 就是小朋友慢慢出生了嘛 然后费用啊什么的 然后最近一个比较经典的事 有听他讲 因为小朋友一开始 大的是太太那边 在帮忙缴这个学费 然后小的是先生这边 在帮忙缴学费 那因为慢慢的两个小孩子 都在同一个安情班 那种双语的安情班 有一天呢 他收到了这个信封带 他常常看到信封带 他就开支票 然后钱就交出去了嘛 那一般来讲是大概五万多 哎 怎么变十万多 那双诺就觉得有点奇怪啊 他就打算要去问 他说你们收费方式是改变了吗 为什么突然暴增 然后他说 因为妈妈打来跟会计说啊 就是因为这样子分开脚很麻烦 就把他合并在一起 然后就变成说 这两个小孩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都是你朋友在付 对 都是朋友在付这样子 可是这样子 其实压力会蛮大的 那你朋友有跟老婆讲吗 抱怨吗 有啊 有啊 有稍微问一下啊 那老婆就像他一样啊 怎么样 怎么样 就是情绪勒索啊 你帮忙付一下会怎么样 对 夫妻间不要计较那么多 不要计较那么多啊 就是开始有点 那后来没办法 就支票一样开了就付嘛 对 但是我朋友是因为 他还有一些房子在收租 所以呢 太太可能觉得说 啊 太太在细税 大概有五六件 对 在台北 然后就还可以 可是其实收租 因为我常常听我朋友在抱怨 收租这件事情 其实杂事非常的多 然后呢 都是满住当然很好啊 但是如果空窗期 你还要去带摊 找房客 对啊 然后还要找房客 然后如果遇到一些 奇奇怪怪的事情 有时候现在的水电功能也是 假日或是晚上 他也不出门的 你等下自己去学习 去怎么修理什么的 冰箱坏啦 这个马桶坏啦 什么东南啊 全部水器啊 自己去弄啊 你随时就随传随到 所以收租这件事情 也没有那么的 简单那么的轻松 然后再加上 太太就是会有在这边 用这些小 一些小技巧 就慢慢的把这些价钱 转嫁过去 其实那个压力蛮大的 他都说自己是压力三大 那你的朋友有把房子 这个名字过户给太太吗 他也很用心 他就是讲说好 比如说这是我太太 好我们今天买这一间 那第一间当然是我的名字嘛 对不对 因为可能跟家里拿一点头七块 第二间就买太太的 然后第三间再买男生的 第四间再买太太的 好多间 这样是不是不错 可是呢他在卖的时候 他都只卖太太的 男生卖房子的时候只卖太太的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 因为太太也没有管那么多嘛 所以奇怪 因为地价税啊房屋税 其实它会有不开 不同的名字会寄来 然后太太也没有在缴 所以这个先生就知道说 反正没关系就是 他也不会知道 所以到后来就全部的房子 都剩变先生的 太太的因为一直都被卖掉 太太还没卖完 太太的还没卖完 太太的还有 太的还有 还没有卖完 太太竟然卖房子被卖走了 他不知道 他也没有在管啊 他也没有在管啊 哎呦 我好可怕 就是老公应该没有什么好抱怨 因为他赚到了啊 他有什么好抱怨啊 他有什么那账单有什么好抱怨啊 没有没有 可是所有的所有的钱 其实就是先生出的啊 不管他说卖掉了房子 你都都可以抵十年二十年的账单 那房子卖掉至少几千万吧 可是可是你还要继续买下一间啊 就是不是 买下一间房名字就是老公的 买卖是两件事情 对 买卖是两件事情 所以光卖的时候 他就是不公道 不公道这个 得到赚到的东西 已经比负账单要占到多年了 这样好像可以啊 对啊 所以这个老公自己就是这样想 只是让自己不好过而已啊 哦 这样子经过阿德老师的开化之后 我相信这个老公应该就是 因为就是想一个 等不尝试的一个想法而已嘛 对 那请教一下这个马御师就是 如果是婚前啊 先生买的房子 那婚后他还在收租 那个租金的收入 两个人可以平分吗 当然可以 我跟你说 我们通常所谓的 结完婚以后增加的财产 只有一个东西能够分得出来 是不动产 不动产因为有登记 在结婚前结婚后 等到你结完婚以后 你的存款里面的账户 全部都会变成共同财产 因为钱没有名字 有些人会觉得 我跟你结婚之前 我的存折有两百万 那我跟你结完婚以后呢 有一天要离婚的时候 不对哦 我跟你结婚之前 我两百万要靠着 不好意思 没有 因为当你进入婚姻状态的时候 那两百万带进来的时候 跟你所有的花费 就困在里面了 是大水库理论 分不出来那个两百万 是钱还是厚了 所以不可以主张说 我跟你结婚之前 我是带着两百万 来跟你一起结婚 等到我要离婚的时候 我把那两百万拿走 分不出来 现金是分不出来的 你没有办法去区分说 我现在花的钱是 我跟你结婚以后 所赚的新台币 我结婚前带了两百万 不是 我没有再花那条钱 不能 所以现金绝对是共同 一人一半 那这个不动产 看得出来是在婚前登记的 那这个不能分 那进入婚 两个夫妻结婚以后的 现金通通都算在里面 再请教一下玉峰 你刚刚那个朋友这样子 五六间房子在出租 租金收入多少钱 好像二三十万一个月 二三十万 家里面扛起来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有时候就是感觉的问题 像阿德老师讲的 就是感觉的问题啊 对啊 我讲的不是那种意思 老师又想要 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你要先想一想说 这个心情不好 这个事情你重不重视 对 然后会不会越滚 你像雪球越来越大 这个要不要重视 我觉得听了阿德老师的话 如果说 如果说 一点小情可以解决这样的事情 你就细想 对啊 如果这个小情也解决不了 就真的要跟对方算清楚 这样不是比较好吗 对 有道理 就算计较小的时候 不要忘记大挑战 而且玉峰那个朋友也不敢算 因为怎么算就是 都是更划不来的 个性比较怯弱一点 不敢跟太太算 对啊 对啊 对啊